好,第二,这道题呢,我在面授班讲的时候,有一部分同学呢,是自己独立做出来的啊,就在我讲之前,他就已经做出来了,非常好,我希望视频前也有这样的同学,那么你们把视频暂停一下,自己先做一做 好,各位有没有觉得这个图有点面授呢? 跟那个印度人有点关系啊? 我们的上课是不是讲了一个婆罗摩基多定理,对吧? 这个东西很像婆罗摩基多定理,但是又不是,我们婆罗摩基多定理是一个三角形往外做俩正方形,它这呢,是一个T形往外做俩正方形,然后得出一堆结论,是吧?得出一堆结论 那么,我们如果考虑到用婆罗摩基多定理,跟这个有点关系的话,神秘辅助线是可以想到的啊,我们一块研究一下好吧 T形AD、CD中,上下底平行,然后以两腰为边往外做了正方形 线段AD的垂直平分线,注意啊,这是中垂线啊,AD的中垂线 然后交AD于.m,交BC于.n,若EP垂直于什么,FQ垂直什么,又做了两个垂线,现在屏幕要让我们干什么呢? 判断EP和FQ的数量关系并证明,啊,屏幕要你判断他们俩的数量关系,大家感觉一下,他们俩数量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相等的啊,对吧,我们的EP是不是等于FQ 那怎么来证明这两个东西相等呢? 你需要去思考一下,啊,你需要去思考一下,这两个技術怎么来证明相等 呃,有没有什么想法啊,各位 没有想法是吗? 我们如果要证明相等,其实本质上还是要构造什么呢? 三角形全等嘛,对吧,要证明这两个东西相等,还是要构造三角形全等 但其实这两个东西好像不在三角形里,都在T形里边 而我们又想到了,这个图很像普罗摩基多定理 那大家回忆一下,我们在普罗摩基多定理那道题里边 是利用什么模型来做的辅助线 是不是三垂直啊,对吧,那我在这也可以三垂直 好,我这边做一个垂线,这边呢,也做一个垂线 你有没有发现,这基本上差不多了呢? 好,各位看一下啊,首先我说这个圈,它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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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圈 是不是正,是不是利用三垂直模型来正三角形全等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没有问题吧 这两个三角形全等,没有问题吧 跟我们那个上级课讲的三垂直模型,那个是一样的 普罗摩基多定理里边的那个是一样的 正完全等以后,注意这两个圈是不是相等的 所以这两个圈就相等了 来大家再看一下点,这个点 它等于这个点,它等于这个点 它等于这个点 没有问题吧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点等于这个点,是因为矩形的对边相等,是吧 同理这本也是矩形对边相等 它们俩相等的原因,因为那是一条中垂线 垂直平分线,它们俩一旦相等 这俩是不是就相等了 你有没有发现,这条边就等于这条边了 圈加点等于圈加点,是吧 不知道视频前同学是否都听懂了 那唯一我没有说的就是 这两个三角形为什么全等 这两个三角形为什么全等 自己思考一下 如果不明白还可以听我们上一节课 那道题那两三角形我是怎么证的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啊 你自己来把过程完善一下 证明哪两三角形全等 哪两三角形全等 四个圈就相等了 然后四个点又相等 所以圈加点等于圈加点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办法 是利用我们的陀罗摩基多定理来处理的 那陀罗摩基多定理 是利用三垂直 但是我们一定要这样去利用三垂直吗 我们再看一下 我可以把这两个东西往里挤一下 大家明白一个梯形一挤 是不是就变成三角形了 好 怎么挤呢 有没有明白我是怎么挤的 我把这个正方形往里挤了一下 这个正方形往里挤了一下 其实你在写辅助线的时候呢 应该说过M点分别去做谁和谁的平行线 是不是做他们俩的平行线 那就把他们俩挤进来了 对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 过M点还得做谁和谁的平行线 是不是就把它给挤进来了 一平行来看一下 在这呢又出现了三垂直模型 第一个大家明白这个角是90度吧 这个地方是90度 这个地方是90度 来我们有一个圈 等于圈 它就等于 这个圈应该等于这个圈 它是不是就应该是等于这个圈了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来好好看看啊 我们这个地方现在 这一段长度和这一段长度相等 原因是因为这两个三小型全等啊 这两个三小型全等依然是我们的三垂直模型 这个和这个 因为有一个垂直 有一个垂直 有一个垂直 然后第二个呢 大家再看一下 我们应该还有一个 点 等于 点 等于 点 等于 点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就是我们这条边等于这条边 原因是平行四边形对边相等 等于这条边 没有问题吧 中垂线 等于这条边 是不是还是平行四边形对边相等 那又变成圈加点等于圈加点 是不是又把它给整完了 对吧 导致这条边等于这条边 所以这道题呢 其实是我们婆罗摩基多定理的一个辨识 对吧 一个辨识 你碰到这种你不太认识的题目的时候 你要去把它转换成你认识的题目 本质都一样 始终都是在利用三垂直模型完成的 对吧 关键想明白这些辅助线 一个呢 是我们把这个边往外挤 一个现在把那两个正方形往里挤 都可以达到出现三垂直模型的这种目的 我这个三垂直模型都没有去证 这个留给同学们自己思考一下 如果不明白呢 可以在QQ群里或者是发邮件 或者在论坛里边 跟我沟通一下 好吧 我习惯于留一些细节的问题 让同学们自己思考一下 这样对你的帮助会更大 好吧 那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好 顺便我们来看一下利三啊 这个题呢 有难度了 其实出答案不难 但是证明的话 我觉得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到 好吧 有心理同学呢 可以把视频暂停一下 自己先试一试啊 一会儿我来讲 好 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还是很容易出来的 在正方形ABCD中BE等于3 我又标上去 BE等于3 然后有一个EF等于5 然后有一个DF等于4 求脚BAE 也就是脚E 加上一个脚DCF 也就是我们的脚2 求脚E加脚2为多少度 来这个题里边 什么度数的条件 是不是都没有给啊 对吧 没有一个明确度数条件 呃 所以这种题的答案呢 往往都是15度的倍数 呃 再目测一下 感觉这两个加起来多少度呢 30度 是不是应该要 还要大一点 60度 又要小一点 所以45度 我觉得大家猜是可以猜出来的 那考试的时候 你甚至都可以拿两小器 量一下这俩 一加 加完了以后 离哪个15度的倍数最近 往往呢 就是我们的答案了 不信的话 同学们可以自己量一下啊 可以量一下 当然前提条件这个图画的非常准的情况 好吧 那我们现在已经结论出来了 这个角度呢 就是45度 我们干脆改成一道证明题啊 求正 好吧 求正 这个角加这个角 等于45度啊 等于45度 好吧 来 什么想法呢 我觉得有这么几点 大家可以考虑 第一个 你们发现这出现了一个345 他给的数据是不是很有特点 345 大家第一反应 是不是跟这个勾股定理 有点关系 对吧 所以呢 我要想办法 把这个3 4 还有5 是不是放到 同一个三角形里边去 对吧 放到同一个三角形里边去 然后呢 就能构造一个直角三角形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个45度让你想到了什么呢 可能正常情况下 大家看到45度想到的都是 等腰直角三角形 途中其实也有 因为一个正方形连对角线 是不是有俩等腰直角三角形啊 对吧 有俩等腰直角三角形 那可能你想到的是 这个 等腰直角三角形 但是呢 我们在上一刻还讲了一个东西 它也跟45度有关系 是什么呢 半角模型 对吧 是个半角模型 来 半角模型 90度切出一个45度 它也可可能跟这个45度建立一下 所以大家以后呢 再看到45度 如果发现等腰直角三角形不行的时候 去考虑一下半角 这题我觉得半角的可能性也很大 原因是是不是有正方形 而我们在这儿 345现在是一条直线上 所以要旋转 那旋转 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半角模型 常见的做幅度线的方法 对吧 好 那现在我们转哪个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4在这个里边 3在那 5在中间 我怎么转都没有办法 把它们转到一块 所以首先需要去连接一下AF 连接一下AF 然后各位再看一下 脚2就跑到这儿来了 这个脚也是脚2 知道为什么吗 有没有发现 ADF 我上来就应该有一个三角形 ADF 全等于三角形 CDF 这个非常好证 SAS 公共边 正方形边长 4545 对吧 所以SAS 他们俩 马上就相等了 那我这个地方 直接转化一下 所以脚2等于脚3 是吧 脚2等于一个脚3 你的目标是不是要证明 脚1加脚2等于一个45度 那你就是要证明脚1加脚3等于45 半角模型 是不出来 1加3如果45 其实中间这个脚 它是不是就也等于45了 那我这个脚4 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半角模型呢 那下面该干什么呢 开始转 我要想让这个脚1和脚3加到一块 那是不是要容易一些 对吧 我要证明脚1加脚3 现在等于45度 它就容易一些 把这个三角形往这边一转 是不是就完事了 或者把这个转上去 你刚才2那是没有办法跟1拼在一起的 不太好拼 所以我们在这呢 转换到脚3这就好办 这个点呢 我们假设叫做M点 好吧 假设叫做M点 我是将三角形ABF绕A点顺时针旋转90度 跑到A B M那去了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这个只是我们的思路是吧 你要写辅助线的话 必须得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去做一个角 等于45度 各位能理解 因为这个角现在是等于45的 所以我们过B点这个地方去做一个45度的角 截取BM等于一个DF 目的是为了先让这两个三角形全等 那三角形AMB 全等于三角形AFD 原因SAS 每次我都是做一个角 截取一段 外加这个边等于这个边 所以他们俩怎么着 是不是也全等了 SAS 对吧 那全等以后终于把我们的这个角1和角3加到一块了 角3就等于一个角5了 是吧 角3就等于一个角5了 那你的目标是不是要证明1加5等于45度啊 对吧 其实也就是要证明角4等于45度 那我们的目标是这个的话 可能有同学就开始要误入企图了 一直在去捣那个角 不太对 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没用呢 你的345是什么没有用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4转到这来了 终于跟这个3放到一块去了 而且还有一点 这个角是45度 这个角是45度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有个90度啊 有个90度 这个边是3 这个边是4 你一定有一个冲动 干什么呢 连接M1 是吧 连接M1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M1是不等于5的 对吧 M1 等于5 我把关键步骤在黑板上写一下啊 这个5的原因是因为454590 然后勾三 古四 写5 哎 有没有发现这个M1就和F1怎么着了呢 相等吧 就出现了一组全档 对吧 就是AME和AFE 三角形AME全等于三角形AFE 原因是SSS 它的三个边都相等 有一个5等于5 有一个公共边 还有转过来一个边 所以三边是不是都相等的 那我们开始来导角了啊 所以角1加角5等于角4 角1加角5是不是等于角4了 而我们这个角5是等于角几的呢 是不是等于角3的呀 角5是等于角3的 所以角3加上角1 是不是就等于一个角4了 而又因为134的和是多少度呢 134的和是不是等于90啊 那导致这俩是不是都等于45 一旦角3加角1等于45 那么角2加上一个角1 是不是就也等于45度了 就是我们这俩角 对吧 角2加角1也等于45 那这一体的幅度线呢 稍微多一点啊 不太好想到 也是我们半角模型里边的一个基本结论啊 半角模型里边的一个基本结论 其实它是反过来的 我们如果已知这地方是个半角模型 那么这个的平方加这个的平方 一定是等于它的平方的 这一次呢 我们是知道 它的平方加它的平方 等于它的平方 要你求证 这个角等于45度 是一个半角模型 那正过来反过去 其实都可以做啊 都可以做 好吧 同学们要注意啊 有一些数据 什么345这样的 你要去想该怎么用 第二个呢 就是45度以后 大家不要再单纯的去考虑等摇之角了 有时候要去想一想半角模型 尤其是在出现了正方形的前提下 好吧 那么这道题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觉得这里的角幕也有第三个颜色 还有一些颜色